众所周知,最近叙利亚前线传来了很多的好消息,是反叛军已经无心抵抗,所以大多数都选择了投降,而究其根本还是持政府军的火力太猛了。 单单在德拉省就见面了上千名武装奔子,这部,据战地记者称,逊俄联军缴获了大量的美制武器,还俘虏了美英联军顾问,据称,美国最近是想方设法的要求去方能够将武器运问士兵统统归还,可以说是软硬坚实,只可惜巴沙尔政府早就领教了美国的真实嘴脸,坚决不放人。 还声称,要把这些武器都送给俄罗斯,要请专家解析,正所谓,知己知彼百战不败,俄罗斯这次真的收获雷雷,事实上,美军在叙利亚投入的都是先进的武器,原以为能够获得胜利,可惜还是输给了战斗民族。 无庸剧疑,是利亚这场博弈,俄罗斯成功地击败了美国,对此,不少网友调侃,失败乃成功之母。 无庸剧疑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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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庸剧疑。 无庸剧疑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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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庸剧疑。 无庸剧疑,无庸剧疑,无庸剧疑。 无庸剧疑,无庸剧疑,无庸剧疑,无庸剧疑。 在最后目的连对率斯败掉,无庸剧疑。 万此的直肯疑,无庸剧疑下来我范利亚方面有庸剧疑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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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